我跟她五十块妈妈就说你去买菜 她妈妈也带妈 我说买菜我们小孩都在吃嘛 然后去了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 去买一顶帽子 回来菜也没买 我饿着 买了一顶什么帽子 是给你买的帽子 给她自己 给她自己买了一顶帽子 没买菜 没买 我奶奶也饿着 她妈妈也饿着 晚上一家人没得吃 是吗 我相信这个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吧 不然不会有人好好的拿着买菜的钱 让家里人饿着自己买顶帽子 也没什么原因 就是我突然 不是比较冷了吧 突然感觉拿顶帽子挺好看的 就买了 顺便就买了回来 那顶帽子多少钱 三十块钱 那还剩二十块 对 不能买点菜回家吗 回来的时候菜市场已经关了嘛 那你没想到 回来怎么交差啊 就家里人还饿着呢 下面吃吧 反正你当时想的是 那就下点面条吃 对 在现场 朱先生轻描淡写的讲述 与琪女士气不成声的控诉 形成了鲜明的动作 朱先生的种种行为 是由来已久对琪女士的冷漠 还是不成熟 不负责任的表现 她为什么不用想 家里面饿着怎么办呢 回去她不会吵架 不会打 为什么 如果回去 谁敢跟我说 你怎么没买菜回来 我抽你 你试试 所以她是有解决办法的 就是这么多年的生活里面 她已经家里面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 所以你给我钱 我看到就是拿钱 买菜还是说买帽子 这个由我高兴 这是她的问题 你当时没买菜回去 我问你第一个 你想了吗 说家里人还饿着呢 没想到 对吧 一定的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 你想 那我要是戴着帽子 高高兴兴回去了 家里面 饿成那样的家人 那 当时他们跟我急怎么办呀 你害怕吗 根本都没想到 就想都没想到 如果是想到了 你会害怕吗 应该也没什么 对嘛 所以她必然会买个帽子回来 这是给了她五十块钱 买个帽子回来 对吧 要给她两百的话 她不定再买个什么 其他东西回来了 就是她干什么 完全由她高兴 这是家里面 妻子完全失控的一个表现